综上所述 可见除急性外伤引起的特殊症状 即从因处理无效的本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可由新医治疗外 其与各种疾病症状皆适合以原始点医学处理 此治疗范畴与中医极为一致 与西医则有差别 这里我已经提了除急性外伤 我们刚刚列的还有怎么样 本处体伤经过六个月重因解证无效的 这是我们的极限 那这个可以请西医去处理 除此之外都是我们擅长 也就是其意的都适合原始点 那这样范围之大 我只能说非常的大 那中医呢 其实中医只有多了原始点一个怎么样 脱臼他们有整骨的方法 其实我看也是一样 一针二就三用药 不外就是一样 解决他处体伤跟本处体伤 所以我说中医跟原始点 其实有一点血脉相免这种关系 但这里下面讲了 以西医则有差别 那我们现在正要正视的 就是西医到底什么病人治 比如我问你们急性病 毒物烫伤什么 列了一系列 包括胎死故众 你们都会找西医 到底你们是找对还是找错 因为中医好像给人家感觉 都是曼郎中治疗一些小病 好像西医比较人治大病 急性病这一类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议题 所以我们紧接着 既然原始点跟中医差不多 那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先开始来看西医的问题 西医擅长治疗急性外伤 也能治疗本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但它老病不分 将身体衰老的异常 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好 西医 刚刚我讲的我写的是擅长治疗急性外伤 其实我用擅长是赞叹他们 一点贬义都没有 因为确实啊 这个中医有时候也是弱象 这个是西医的长相 所以我们这样用词 擅长治疗急性外伤 但是接下来我说 野人治疗本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我就不赞叹喔 他可以治疗没有错 但是他要付出惨痛代价 我说像黑脚阿嬷 他就直接砍 你有什么盲肠炎 什么肠肠炎 他就砍 那这个有时候揉一揉温敷就好 一天就可以好了 他们也是照砍部门 还有什么做骨神经痛 你看那些根本是 不相干的病也来砍 那这个就更无理了 类似这样 好那即便他冷 我但是我不赞叹 我说他好 我也承认你有这样 因为砍了没有腿了 你脚指头怎么可能痛 那当然就好了 那野人治疗 好接下来我就开始批判 批判怎么样 但他老病不分 将衰老的异常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光这一项功过来抵 他永远抵不过 这个伤害了多少人啊 人都会衰老的 你把脑跟病都不分 所有都要治疗 每个人都活在恐惧中了 随时都害怕害病 然后因为害怕又去检查 那检查更糟的 早晚会被检查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那只要被检查出来 你即便是异常的指数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 你也被药控制一辈子 那如果检查肿瘤 你可能人生就毁了 这造成的卧害之大 我只能说 医学史上第一次发生 中医几千年来 没有这样老病不分的 很简单 中医就是治疗疾病的什么 症状 这一路来中医都是这样治 所以中医非常老实的 治疾病就是治疾病 没有花样 那西医却搞出这些来 把世人完全迷惑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而且这个如果不解决 我告诉你 我们子子孙孙 都会很多老的 不该治疗的 就会被处理掉 这个医学只要把老病 这样困扰了 我说他再精密 他再怎么厉害 都抵不过这个过 所以我第一个过 我就指出 他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观念不经的问题 然后以下 接下来还是一样批判 我们来看 他还有什么问题 此外 西医也无他处体伤 与热能不足的概念 古对于他处体伤 所致不适感 与功能紊乱之病症 以及本处体伤 所致体力虚弱 与组织受损之症状 即使从果治疗 或可改善 却难治愈 此类疾病 需从阴下手 按推原始痛点 并用外内热源温知 才易根治 西医有没有体伤的概念 没有 他们检查跟体伤无关 也没有热能的概念 所有疾病皆因 体伤 他处体伤跟本处体伤 本处体伤就是热能不够 那所有疾病都是他处跟本处 那他没有按推开关的概念 没有像针刺穴位的概念 或按推原始痛点 他他处理想是解决不了 所以他要用异常 那异常是不需要开刀 他变成用开刀了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他也没有热能的概念 没有热能概念会怎么样 就也是割 就是组织受损就割了 那这个问题中医有没有 热能概念有啊体质啊 对不对改善体质 原始点也是强调啊 这个才能修复 那这个西医都没有 本处体伤的组织受损 他也没办法 那他处本处就管理 所有的疾病症状 他都没办法 那他还能治什么病 是不是 你认真一想 也许我这样讲 你们可能会不服气 我随便放一个 亲证案例给你们看 我们来随便放一个 机眼 那个是我们最容易处理的 猪先生25岁青海人 用原始点治好了 多年的脚病 猪先生 左脚第二根足指处 长了一个硬弊大的老姐 疼痛难忍 影响走路 小时候走路总是瘸的 大学时去看医生 医生目诊时机眼 做了三次冷冻治疗 冷冻很痛 无效放弃 用过很多治机眼的药 如机眼膏 大蒜 压胆子 高蒙酸甲粉末等 大多具有腐蚀性 都是治标不治本 疼痛没有缓解 反而有更严重的趋势 还做COR激光手术 收了一个很深的坑 最后老姐又长了出来 依旧很痛 最后左脚已经变形 甚至有点萎缩 2012年3月 做了第二次切除术 并检结果直优 看上去那么不起眼的一个老姐 谁会想到她有这么大的威力 经各类治疗仍然是无效 2012年10月9号 第一次接受原始点疗法 志工老师直接给我做了足背部原始点 做完后说 现在你穿上鞋放心走就是了 我穿上鞋走了两圈 确实一点都不痛了 以前冰冷的左脚也开始有温度了 脚底也开始变得好软好软 我的心里如释重负 所有的烦恼瞬间消失 原来整个脚掌着地走路 会这么踏实这么安全 经过五天处理 脚不痛了 老姐也越来越小了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 甚至可以跑步了 到了第九天 结痂快脱落 痊愈直日可待了 经原始点处理 脚底的老茧越来越小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 情况越来越好 竹底前段即将复原 前后九天 在考你们 这个肌颜是轻症还是重症还是重病 认为轻症的举手 认为重症的举手 反正轻症就是包括轻偏重 重症就是重偏轻 这个都是属重症 认为是轻症的举手 我看一下 认为重症的举手 我看一下 认为重病的举手 我看一下 只有轻跟重 大家搞不清楚 可见都快下课了 你们还搞不清楚 太对不起我了 我们来分析哈 它是长在四肢 还是长在头身 四肢 好 那这个是轻症的 第一个症 对不对 它是局部的还是多处的 局部的 也符合轻症 它发作时间长不长 这一点不像 有两项相同 一项不同 属于轻偏重 那就出来 答案简单讲 这个就是轻症 轻症搞两年搞不定 原始点九天就好 那我问你们 这个中医能不能治好 认为可以的举手 我看一下 你们对中医已经那么 没有信心了吗 才这么少数几个举手 所以中医复兴 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为什么 你想想看 中医 好 这个我们来分析 它的痛 是属怎么样 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体伤 也就是只要找到开关 就能解决 对不对 那也就是只要找到 针灸高手 它能够扎了 然后把它的开关找到 它足底能不能好 可以 所以中医有这样的能力 但不是每个医师都能达到 这个我也要 要声明一下 好 那它的足底肌眼 中医有没有办法把它解 那是属于壮的组织受损 必须要内外热源温知才有办法 那这样中医有没有 有啊 它有爱调啊 对不对 还有温热药啊 只要懂 它爱调 就温敷在哪里 竹背还是那个竹底 你们又一下子 竹背竹底一起温 是吧 认为是的举手 我看一下 竹背竹底一起温 好 认为温敷竹底的举手 我看一下 认为单向竹背的举手 我看一下 哎呀 你们观念还是不清 它有没有他处体伤 它处体伤在哪里 竹背要不要温 竹 那一眼长在竹底 是属本处体伤 要不要温 所以竹底也要温 这样简单也打不出来 你们以后在第一线怎么做 所以都要温了 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这样就快了 好 所以中医有爱调 他也可以这样温 一定可以改善 所以我认为中医 也有这样的能力 那你看轻症而已 西医没办法 我这里有三个肌炎的案例 通通是西医治不好 而用原始点很快就好 那我相信这些也都是 中医也可以处理好 好 这样说来 西医连这样轻的症都治不好 我真的怀疑 它是不是医学 但是 在台湾中西医的问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中西医当时候在谈诊合的时候 他们也真的是这样做了 结果诊合两个结婚之后 西医越盖越高 越大 然后中医呢 他就附属在医院里面的一个小的中医部 也就是简单讲 中西结合之后 也就是他们结婚之后 中医就变人家的小三了 我跟你讲真的 在台湾就是这样 然后渐渐消灭 已经政府官员都是西医的 扶持西医 那中医任由他生灭 所以中医现在很可怜了 我认为在台湾很可怜 然后中医又不争气 我也没办法 如果我是不嫁的 原始点要跟西医整 我可不这么认为 一整了就又变成他的小 你看中医那么大 就变人家的小三 我再嫁给他 不是就变他的小四了吗 越来越没地位 重视我可不干 人要怎么样 人穷 但事不能穷 是不能短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我们来探讨这个真相 中医竟然医术那么好 他有他处体伤 也有热人的概念 能够解决本处体伤 能解决疾病的范围这么大 怎么会被西医打趴 这个才是重的 为什么 不是中医的医术 输给西医 要不然你看你们都会找西医 而不找中医 为什么 因为西医把异常当作疾病 那中医不会是异常啊 那异常是衰老 中医几千年来就为了解决疾病 他不搞那个花招的 所以他不治异常 所以就被西医打趴了 真正输在西医的就只有一场 没有其他 因为我研究过 比如说你高血压 中医有没有一种药 吃了马上血压就降 没有啊 西医有啊 他一降 所以你们都相信西医了 但是虽然他从来也没有帮你们治好高血压 因为你吃完 今天吃了明天还要吃 吃到死也还是高血压 不信你去盐罗王那里量 还是一样高 不可能这样 因为他不可能好的嘛 那个异常嘛 但是西医就这样玩 那中医以前也没有血压剂 所以他没有发展出这样的药 所以完全被打趴 那糖尿病也是血糖高 糖尿没有症状的 但你血糖高 他就说你以后会吃吃会难啊 会节肢啊 眼睛会瞎 但是那检查出来如果会 那他应该现在就难啊 现在就眼睛瞎 也没有 表示那个是没有症状 那中医也不会治血糖 没有一种药人吃了 马上血糖就不见 但很多中医师现在也没有志气 就说有啊 我们也有在治糖尿病 血糖高才称糖尿病 你中医哪来的治糖尿病 开玩笑 什么药人吃了马上降 他说有啊 以前就是消咳症 要搞清楚啊 消咳症那是症状的症啊 病症的症啊 异常没有症的啊 异常指数是没有症的 你竟然附合着西医讲 你不会就不会了 就跑了嘛 对吧 你这一讲 我反而怎么样 替西医撞气了 西医就做老大了 那糖尿病事实上中医是不会治 因为以前也没有测血糖的 你怎么治 对吧 就简单的 那血糖高没有症状的 你怎么能够用消咳症 我们的症什么瘾 瘾不解渴这些来说明 这个就是糖尿病 不是 糖尿病没有症状 要不然每个人都瘾不解渴嘛 也没有 所以这个都是中医慢慢被西化的 了解吧 所以中医对异常是没办法 所以被打趴 但异常是不需要治疗 我刚刚已经讲过 发了第一天落国就都在讲 讲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异常形态 中医也不知道异常形态是什么 然后也不敢讲话 也不敢批评西医 为什么 他不了解 但是我一路做下来 我终于把异常形态也搞清楚 原来也是什么衰老败坏 但是他们就是以异常形态 譬如肿瘤 你问中医 有没有办法吃了药 他马上消 没有啊 但西医有没有办法 有啊 他刀子磨亮了 竟然啊 咔咔 当天就让你不见了 那人民医看到不见了 就相信西医了 果然西医厉害 中医这个搞不定 所以人民一不拥的就往西 因为西医又主导的所有的病 就是疾病之一就是异常 要找异常 所以要做很多检查 然后处理也是处理异常 他不跟你谈症状 你头痛检查出脑瘤 他不是你头 他不是头痛 他接着怎么样 开你的颅 割你的那个肿瘤 那再来给你毒药吃 你毒药一吃了头就更昏了 还想到你的头痛吗 他也不治 不治疗症状 但怎么样 他可以把脑流割 所以再也没有人相信中医了 中医是在异常上被打趴 也就是西医会把脑 这个现象好像魔术师 突然间变消失 突然间又出现 类似这样 反反复物 那没有人了解真相 那中医也不知道 原来他们也被玩弄 但已经玩到 趴在地面上 爬不起来了 我只能说这样 中医是这样 所以我说很感慨 我看来看去 中医落到这样 我看到中医 就有一种 吐死胡悲 悟伤其累 为什么 原始点跟中医 治疗的范围一样 他会被打趴 那原始点还有前途吗 我自己就好 有 别安慰我 中医也是医术比较高明而被打趴 不是因为医术不行 只是他不会治疗异常 搞不清楚异常是什么 所以我常常讲 中医会被打趴 那原始点也是医术比西厉害 但同样我也不谈异常 那会不会打他 所以我常常讲 我对未来是一片茫然 所以我常常想 心有医闷 想请你们帮我谱一逛 看四吉四凶 我自己是认为是凶 不是吉 因为你看听原始点的人 世界真正听到原始点 我常常讲 如大海里的一滴水 没有听到的人 像大海水那么多 那这个怎么翻转 所以刚有一天 西医一发现 原始点长大了 一脚踩下来就差不多了 那个了 所以我对未来是持悲观的 你别看我这样 我说的是 要不然中医那么壮大 又会致病 但怎么会被打趴 全世界竟然没有人知道 原来不是输在医术 所以你看你那些急性病 他们是没办法的 但是你们通通去找他 处理异常去 是这样子的 所以谈到这里 我又要让你们看一下 疾病处理图 这张非常重要 让你们重新认识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我们要重新来认识医学 第一个 我刚刚也问你们 医学是为了解决什么 疾病症状 有没有要处理衰老异常 没有啊 一定是以疾病症状为主 那原始点透过医疗 按推原始痛点来解决他处体伤 透过保健的手段来改善热能 来解决本处体伤 所有的疾病症状 所以它是医学 没有问题吧 中医我也分析过 是医学 没有问题吧 因为针是穴位 可以解决他处 同样灸跟药 也可以解决本处 所以它可以解决疾病症状 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医 医学就是为解决疾病症状 没有其他 就是这样单纯 但从西医出现之后 我们的整个医疗生态完全改变 因为老病不分的结果 那我们也不知道 那西医自称是医学 好它是不是医学 我们要检视了哦 因为从来没有人怀疑 它是不是医学 只有人怀疑原始点是不是医学 是吧 好那以原始点的角度来看看 西医到底是不是医学 西医有没有办法解决 他处跟本处体伤 有 它通过手术刀 本处体伤也可以解决 他处体伤你痛 它也可以通过止痛药 内服的止痛药来达到解决 但它没有透过怎么样 保健这一个途径来改善热人 来修复它 所以它是从活解症直接就把你砍了 了解吗 所以它的医学完全走这一条路线 你就医疗的路线来解决你 他处跟本处来解决症状 它是这样来的 你看这张图表完全清晰可见 所以西医有没有保健的概念 没有完全没有认识 所以当你怀疑要生产完后 你一样可以喝冰水 在美国我去常常演讲 他们是可以喝冰水的 感冒冰敷还可以喝果汁 这在允许点是犯了大忌啊 因为这个会伤掉热人啊 这个会要命的 打点滴也会要命的 发高烧是不能打点滴的 但他们还是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保健的概念 所以完整的医学 它要有热人 因为热人可以自我修复 本处体上 但因为它没有热人 所以他认为所有的组织坏死 都一定会越来越化 所以一定要用割的 因为它不谈身体有自愈力 因为自愈力可以修复 本处体上它不谈 因为它没有热人 所以它谈不上 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它根本没有保健的手段 你不信你肿痛 肿痛状的组织受损 应该要内外热源温敷 对不对 内外热源温脂 它用冰敷的 这些药全部含良药 止痛药也内外都凉 那怎么能改善热人 怎么能修复本处体伤呢 不可以 所以它没有保健的概念 只有医疗 所以西医强调你只要谈 你们说保健我不抓你 你只要谈医疗 说能治病我就抓你 但治病你能认真想 中医几千年来发展 它是靠什么治病 它是靠医疗与保健两个手段治病 保健能治病 怎么不能治病呢 但是照西医之后 就不能谈治病了 因为你谈治病我就抓你 因为他们定的医疗政策 就是不能谈治病 但是保健怎么不能治病 内外的人你明明温敷 那本处体伤就修复了 要不然本处体伤怎么好 伤口怎么好 体力虚弱怎么恢复 所以中医为什么 它的保健重于医疗 为什么要揪跟药 很明显嘛 如果说保健不能治病 那中医只有谈针刺歇位就好了 它不需要有揪跟药 那这个政策几乎否定了中医 了解吧 那这样来看 中医如果是医学的话 它必须具有医疗跟保健的手段 所以中医几千年的发展 原来是在正确的道路 这样慢慢的进行 它是这样子的 但西医制定的政策可不认为 它认为所有解决疾病 不需要透过这个直接 这样从国解证 把它住本处就解决掉就可以 但我们说了 人体本来就有治愈 他们不谈治愈 所以他们只认为坏就会更坏 所以只要用药物控制 手术刀才能解决 那这个是违反人性 让人民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如果你认真来看 好 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 中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医学 那它的手段就是要解决 本处跟他处底下 必须要透过医疗跟保健的手段 所以中医养生血 从黄帝内经就一直在谈养生 你取经要怎么样 有没有 饮食要怎么样 事实的变化要怎么样 都是在谈 这个都是保健 没有了这个 中医不成为医学 它真是不能解决很多病 壮的组织瘦子 它就没办法处理 所以如果这样 那保健可以解决 本处体伤的壮的组织瘦子 那当然这个就是医学了 那医学怎么不能治病呢 但是在西医说 这个不能治病 你不要说保健能治病 那所有人都不敢再谈治病 因为在台湾也是 你看治病就是命 但我们从这个图 很清楚看出来 原始点已经走出 另外一方关系 把这个道理可以说透 真相也可以清楚 原来真正能治病 反而保健更重要 热人是因中之因 有热人则生 无热人则亡 在急救也是这样 所以西医很多是讲不清楚的 好 从中医的角度 我们进一步来分析 西医是不是医学 反而我要质疑他了 因为我第一次 说中医没有热性体质 被中医界骂惨了骂死 但我还是挺过来 我还是挺过来 但现在我要翻西医的底 我看我已经无路可躲了 反正这一堂讲完 我就躲回台湾了 西医到底是不是医学 因为从来没有人质疑 如果医学必须要包括医疗与保健 这两个手段 我告诉各位 西医没有保健 没有热人的概念 从来没有过 所以他只能说 是一个医疗法 而不是医学 就这么简单 你说突然也在看得出来 他怎么是医学呢 没有热人的概念 怎么是呢 这个很清晰的 医学一定要包括这两项 所以中医确实是医学 所以我看到这里说要扶植中医 我内心高兴 为什么 这才是医学啊 西医不是啊 但他只是一个医疗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他即便是一个医疗 我要告诉各位 他也不是一个完善的医疗 为什么 他没有他处体伤的概念 他把异常当作处理 他处体伤的一个概念 去检出很多异常 那不是啊 他找到开关 按几下就好了 干嘛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 时间还有金钱 还要给西医哥 造成很大的后遗症 那个是不可以 所以简单的讲 我一路评估西医到最后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怎么样 不完善的医疗法 但他却带领着 全世界的医学在前进 然后自称他是医学 好的 我的结论到此 谢谢 如果你太孟然 你惯 Centers 我在中国 民生作者 ��분 本来 我们地步 英文 endo 所有 母 我们地步 食 年的 Cris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